你好,感谢你每天听本书,我是程甲,今天我们分享的书籍叫《简单思考》,作者是个日本人,名字叫森川亮,森川亮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但他们公司的一款产品,LINE,中文叫联我,可能很多年轻人比较熟悉,大家年轻人喜欢的一些热播韩剧当中就出现这个软件,它说白就是韩国日本版的微信,和微信的功能基本是一样的。 作者森川亮这个人,他精力是非常丰富的,他早些年是在日本电视台工作,当时年纪轻轻就拿了非常高的薪资,这一点是让很多人都羡慕的。 在日本电视台工作了多年以后,他又跳槽到索尼,结果薪水比之前要少了一半,可是他在索尼工作了几年之后又自降薪水,跳槽到另一家创业公司,韩国的著名网络游戏门户网站Hangame,在日本的分公司。 他在Hangame的四年时间里,实现了日本线上游戏第一名的成绩,之后他又帮助软件LINE将在日本的用户数从零开始增长,突破了一亿用户。 想一想,用户突破一个亿,推特用了49月的时间,Facebook用了54个月的时间,而LINE只用了19个月。 生川亮作为LINE的CEO,他迅速把LINE这个产品在日本打造成业内第一的地位,那一定是有很多的过人之处。 那么他的成功原因是什么?生川亮总结了他自己的经历之后,他认为,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思考问题和很多人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如果你要是一个老板,你可能会觉得商场如战场,一定要随时准备好和竞争对手战斗,要想办法提升公司的利润,这样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你是一个中层管理者,可能你又会这么想,我得把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好,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定稳定的工作环境。 如果是一个公司的雇员,就普通员工,你会觉得,我认真的完成好公司领导安排的各种任务,然后我在执行的过程中,既要处理同事的情绪,又要把任务完成好,这样我才能顺利的晋升。 这些想法应该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观点,可是作者却偏偏说,这些想法都错了,我们应该用简单思考的方式来思考。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书名,简单思考。 那怎么样理解简单思考呢? 这正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讲的内容,分为三个板块。 第一,什么是简单思考? 第二,阻碍简单思考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如何能够做到简单思考? 让我们一个人来看。 先说第一条,什么是简单思考? 你说这简单思考是不是说我们想的简单一点,不用太复杂,接到一个任务后,直接闷头去做就好了呢? 就像我们大家常说的,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其他事情就不用多想了。 是这样吗? 嗯,不太一样。 作者说的简单,其实是简化。 事实上,我们遇到的事情和各种任务,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象。 但在这些表象背后,总有一些是真正重要的本质。 所有的决策,判断,思考,都应当以这个本质为基准进行思考。 只思考本质的方法,叫做简单思考。 可是我们生活中,多数人的思考方式是觉得这也重要,那也重要。 结果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就分散了精力,什么事都没做好。 其实,这种情况作者当年也一样,他也走过这样的弯路。 早年他在Handgame这家游戏公司工作的时候,刚刚修完了MBA的课程, 学会了各种的商业管理方法、工具。 于是他跃跃欲试,把自己学到的各种时髦的管理方法拿到公司来制定规章制度,公司目标。 结果他忙活了很久,发现他设计的制度在公司很难推行。 那些公司的核心人员,就像游戏设计师,他们根本上看不懂他的制度,也不太关心他制度。 所以整个公司他经营起来就觉得特别困难。 有一天他就陪这些游戏设计师聊天,他就问说,你们怎么就制度执行的不好呢? 这些游戏设计师就跟他们说,你每天搞这些有用没用的事,有啥意思呢? 咱开公司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应当先做出好产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呢,作者突然意识到,可能他们说的是对的,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迷惑了? 这就好比我们开一家饭店,你要是饭店的老板每天给你的厨师送去各种经营指标,研究报告,让他去花时间分析, 你觉得有意义吗?厨师,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做出好吃的菜, 你让他又看文件,又左思又想,就只能让饭菜凉掉。 其实,一家饭店能不能经营下去,归根到底就一个本质,饭菜好不好吃,服务好不好。 此外呢,都是多余的。 可是那个时候的作者,他还没有能够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简单思考, 直到另一件事情的发生,才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启发。 还是在Handgame的时候,他们公司呢,当时已经是日本最大的面向个人电脑的在线游戏公司, 就有点像我们当年这个史玉柱做的真图,网易做的大话西游这样电脑上玩的游戏。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孙川亮他们的团队就发现, 当时这个手机可能功能机会越来越普及, 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游戏就能在这个功能手机上面玩。 于是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就开始推出了面向功能手机的游戏网站。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觉得PC游戏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应当以这个个人电脑为主, 然后再把功能手机辅助的发展起来。 可是过了很久,孙川亮才意识到, 他们当时的这个战略, 其实思考方式是违背了商业本质的。 什么是商业本质? 那就是持续为用户提供真正想要的东西, 让用户和商家能够构成一个互利共生的系统。 而当一个经营者, 他的出发点是变成维护公司的重要业务的时候, 这就注定为公司未来的失败埋下伏笔。 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2006年的时候, 有一家竞争者, 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功能手机的游戏网站开发中, 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游戏产品。 结果人家那家公司迅速崛起, 导致Handgame公司在功能手机的游戏市场上, 失去了领先的地位。 这件事情令作者悔恨交加, 他说, 如果我没有看到趋势也就罢了, 我看到了趋势, 推出了产品, 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也重要, 那也重要, 想把什么好处都捞到, 结果连最理所应当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件事情才让作者真正的从失败中学到了深刻的教训, 他意识到, 要简单思考, 就只能做那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而这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做好放弃过去成功经验的心理准备, 你要全身心的投入到给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当中。 因此, 当手机又从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这个潮流转化的时候, 深穿量的团队所有经营人员都明白, 只有真正做出让用户最满意的那款产品, 这才是第一位的, 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成功, 而这样就意味着, 他们必须把全部的资源都放在智能手机业务上。 因此, 深穿量的团队下定决心, 抛弃过去所有的成功包袱, 一心想怎么样能让用户使用的更方便, 可是在这个时候, 那些在功能手机时代大获成功的公司, 却还在想着, 我怎么样能够把以前的成功发扬光大, 怎么样守住以前的成功, 比如当时那些公司要求用户在智能手机上注册游戏的时候, 采用和功能手机上一样的ID认证的方式, 就输入一个用户名注册, 这么做虽然对公司有利, 可是用户却非常麻烦, 深穿量的团队就想尽办法给用户提供方便, 他们不但不要求用过去的ID, 甚至也不用用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ID, 而是直接允许大家用电话号码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最简单的认证, 就这一点就极大的方便了用户, 深穿量的团队全力以赴的投入到类似这样给用户真正创造价值的事情, 最终让Handgame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网络游戏门户网站, 作者的这段经历让他明白, 其实一个人一次能做好的事情可能往往只有一件, 为了成功我们就必须拿出所有的精力来做这真正重要的事情, 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大多数人做不到, 为什么呢? 这就是作者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做不到简单思考? 那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被事情的表面价值所迷惑, 什么是表面价值呢? 所谓表面价值,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约定俗成的, 或者说默认为理所应当最重要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其实在往往误导我们, 分散我们的精力去干扰我们的判断力, 比如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知道要顾及对方的感受, 在沟通的时候就应当比较委婉一点, 觉得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可能情商比较低一点, 这么说当然没有错, 可是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一直这么委婉, 那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比如你和同事在开会讨论方案的时候, 同事和你说你的方案他觉得听起来挺不错的, 看起来下了不少功夫, 可是就有一点点我觉得你还要调整一下, 你刚听到对方对你的方案夸奖, 心里挺开心的, 觉得我这个方案方向没什么问题, 可能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完善, 但是对方的真实意思可能是你这个方案还有很大问题, 需要再重新思考, 只不过碍于面子不给你说那么直接罢了, 再比如有很多领导在指导下属的时候, 他就觉得对方做的不是很好, 可是也不太好意思当面提出, 所以就经常用赞美鼓励的方法跟他们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发现问题, 可是越是这样越让员工觉得我其实做的挺好的, 沟通完了以后员工也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 而领导也没有把自己的要求明确的提出, 所以作者说这个时候我们与其顾虑重重, 不如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沟通最重要的价值是让对方明白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是什么, 传达的信息传递过去了才是真正有效的沟通, 虽然有时候可能会不好听, 但是大家至少不会抱着误解去工作, 而我们如果考虑表面价值, 觉得既要顾及同事关系, 又要照顾同事情绪, 反而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偏离目标, 而这对一个公司来说是有极大的损伤的,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小的事情, 会被表面价值迷惑, 但其实我们很多重大的决策, 甚至我们很多人都在使用的流程和方法都可能有问题, 比如作者说, 很多大公司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人事评估系统, 有时候这个评估的项目可能就有几十个, 每一集又分了不同的等级,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员工先给自己打分, 再请领导打分, 还请同事打分, 然后最后再算一个总分, 这个总分算出来以后, 领导拿着这个成绩再去找员工面谈, 谈的时候还要考虑不要影响员工的情绪, 要有沟通的技巧, 给出温和的反馈, 整个这个过程操作下来可能就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么做的真是又耗时间又耗精力, 可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评估不就是这样吗, 人生评估本来就是要耗费这些时间和精力的, 大家都没有觉得有问题, 可是作者说, 一开始他们公司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到后来孙川亮他就仔细的思考这个事, 你说这评分分级流程这些事, 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它是不是可能只是表面价值, 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不是评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很明显评估不是为了打分, 评估是为了传递真实的情况, 让每一位员工都知道自己和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 从而激励他更快的成长, 想明白这件事以后, 作者就给他们LINE公司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人事评估标准, 评估的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公司有他没他一个样, 这个标准非常简单, 员工也非常好理解, 只要大家在评估一个同事是不是公司有他没他一个样, 就OK了, 假如公司有一名员工被大家评为有他没他一个样这个称号, 好了, 那他就必须想办法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 否则请你走人, 你看, 在公司职场中, 我们就经常被一些理所应当的制度啊, 工作习惯, 工作方法所困扰的, 但是很有可能大家都做的事情, 只是遵从了表面价值, 误导了我们去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被表面价值误导的事情有很多, 不仅在工作中, 生活中也一样, 比如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会不会考虑这个公司名气大不大, 给的薪资高不高, 公司处的位置好不好等等等等, 这些重要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可是这也重要, 那也重要, 那就没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找工作最核心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应当考虑的是, 我们是否真正喜欢和热爱这个工作, 能不能和这个公司一起成长, 给别人创造价值, 只有这一点才是真正重要的, 因为其他所谓的那些重点, 都是在这一点实现之后的结果, 类似的, 找配偶的时候, 又在看户口, 看房子, 看工作好不好, 家庭背景条件怎么样, 我们考虑这么多因素之后, 却没有问自己, 想要跟自己相处一辈子的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表面价值很容易迷惑我们, 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他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 而且大多数人还都是这么做的, 可是他却是错的, 所以被表面价值迷惑, 是我们不能够进行简单思考的真正原因, 那我们知道了表面价值的存在, 可是怎么样才能不被脚面价值所引导, 让我们能够真正找到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思考呢, 这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第三个话题, 如何排除表面价值真正的简单思考, 答案呢, 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 八个字, 抓住本质, 精简一切, 我们之所以会被表面价值迷惑, 说到底, 其实还是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缺乏判断, 才会摇摆不定, 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明确的判断, 那就要想办法找到一件事, 它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找到了这一点以后, 就可以舍弃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 可是问题就来了, 怎么样才能找到问题的本质呢, 当然作者不可能在一本书中, 把所有事情的本质都讲透, 但是在工作生活领域中, 作者认为抓住本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 那就是你要思考这件事能不能让你觉得幸福, 为什么找到事情的本质是要先让自己幸福呢, 作者在书中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当年作者30岁的时候在日本电视台工作, 他是在计算机部门, 可是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部门的工作, 可又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所以每天就愁眉苦脸很苦恼, 一方面既不愿意放弃这个很高的薪水, 可是又不知道这样下去究竟能怎样, 有一天他想得很烦了, 就跑去问他妈妈, 说妈妈, 你说我小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看起来最快乐啊, 他妈妈毫不犹豫的回答说, 捉虫子, 作者听到这个答案以后立刻恍然大悟, 他回想自己小时候的场景, 每到夏天的时候, 他就会很高兴的去野外捉一整天的虫子, 他捉到虫子后也不痒, 就把他们放掉, 然后又跑去立刻捉新的虫子, 他母亲的这个答案仿佛一下子把他内心唤醒了一样, 他发现其实自己一直是一个喜欢追求寻找新事物的人, 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玩爵士, 而且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创新音乐创作的过程, 而且自己还做新的乐器,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很快乐, 所以他发现如果自己的工作不能够让自己一直接触和寻找新的事物的话, 他就会不快乐, 想明白这一点, 作者的人生开始改变, 他从此把追求新的事物作为他判断的基准, 为此他在企业里面克服重重困难, 不断去挑战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事业, 宁愿让自己的薪资减半, 宁愿抛去金钱地位更改工作, 也要去追求不断求新这一个标准, 他最终创立了LINE的公司, 成就了全球增长最快的应用通讯, 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孙传亮又辞去了LINE公司的CEO职务, 转为顾问, 而自己进入全新的行业, 创办了一家视频公司, 所以作者说, 抓住本质, 首先是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 如果你不喜欢自己做的事情, 你就没办法让自己充满幸福感, 那么你就很难去坚持下去, 更不要说把事情做得很精彩了, 而且如果你找不到自己幸福的感觉, 你就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别人说的这个也对, 那个也对, 这事也重要, 那事也重要, 那么你被表面价值迷惑, 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乔布斯在给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演讲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你要去找那些你所热爱的东西, 那些成就大事的唯一方法, 就是去做你自己热爱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 那就继续找, 不要停下来, 乔布斯不是在说鸡汤, 他是在说一个他真正认为重要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我们只要追随自己的热情, 做自己喜欢幸福的事情, 那么就等于抓住了本质呢? 作者说, 这一点还不够, 要抓住本质, 你不能只以自我为中心, 你必须要给别人提供价值, 让别人也觉得幸福, 要让自己幸福就不能以自己为中心,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作者讲了一个当年他失败的一个经历, 就他还在Handgame做游戏主管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 这未来游戏市场的天下, 应当是实时处理的市场, 什么是实时处理呢? 就比如你今天在度假, 在海边度假, 你玩这个游戏, 那么游戏里面的场景就应该出现大海, 那你要是今天家里玩游戏的时候, 天在下雨, 那游戏里面也应该下雨, 作者越想越觉得这个想法太伟大了,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想法, 如果实现这个想法, 那就是改变世界呀, 他特别兴奋, 可是这个想法被全公司的人强烈反对, 但是作者就觉得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他强行要开发这个游戏, 结果, 事实证明, 用户对这个游戏想法一点都不感冒, 这个想法最后成了作者一个人的游戏, 所以这个项目的失败, 让作者意识到, 如果你只考虑自己的幸福, 自己的喜欢, 而不考虑别人, 这事是不可持久的, 作者在做了深刻的反省之后, 重新调整了思路, 他要去寻找一个既能让自己觉得幸福, 同时也能让别人幸福的事情, 结果他找到了, 那就是他发现, 可以让游戏玩家和自己一起做现场直播的游戏, 你看, 在现场直播的时候, 大家是最容易调动情绪产生积极的氛围的, 那这样做活动可能游戏也能销售的好, 用户体验也好,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呢, 他当时就每周搞活动, 结果用户果然很喜欢, 直播用户数从最初的几千人到一万人五万人, 最后实现了高达十万人同时在线直播的情景, 有些用户甚至在留言板上说, 自己在电脑前激动的哭了, 可是你知道吗, 在执行这么大规模活动的背后, 却是一家只有几个人的创业公司, 他们既要做游戏开发, 宣传, 还要做营销等等工作, 每周还要拿时间来搞活动, 当时他们每天都在一个居民楼的楼道里面过夜睡觉, 必须把睡觉的时间都省下来工作, 可是那个时候, 作者不觉得累, 他反而觉得很幸福, 这件事情让作者意识到, 你只有让别人幸福, 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幸福, 这是人一生都应当遵从的法则,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 作者总结到, 首先你要确保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你真正喜欢的, 你全力以赴的过程中你是开心的,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否则如果你从心底都不喜欢你做的事情, 你就没办法坚持下来, 更不要说你去克服那些困难, 那你也就没办法享受最后的幸福, 其次你在这个过程你还要思考要抓住本质, 其实本质是你要想怎么样给别人创造价值, 怎么样让别人也感到幸福, 你必须明白只有让别人幸福,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所以寻找自己的幸福和满足别人的幸福, 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本质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个道理对企业也一样, 做者一直在说, 商业的本质就是用户与商家构成的生态系统, 做企业获益的事情当然重要, 但是真正能够让企业长期获益的关键, 是让用户获益, 我们首先要给用户创造有价值的产品, 其次用户会自然把价值回馈给企业,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抓住了本质, 这个事情就能自然而然的做好呢? 做者说, 抓住了本质之后, 我们还有可能被表面价值迷惑, 所以必须要坚决的精简一切, 也就是说把那些表面价值的事情从我们生活中清除掉, 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 如果我知道自己死在哪里, 我就不去哪里, 同样的, 如果我们知道哪些事情会让我们陷入到表面价值的陷阱里,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避开这些事情, 把这些事情从我们的生活中排除掉, 如果你认为一个企业要成功, 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就要和那些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 在招聘的时候, 你就不要问年龄履历, 曾经担任的职务等等, 他们都是表面价值, 只会干扰你的判断, 你需要看的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具备回应用户需求, 的热情和能力就可以了, 如果你认为让员工发挥最大的潜能, 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好的产品, 那么你就不要过度的设置什么规章制度, 考核方式, 这些只会限制他们, 让他们的长处无法发挥, 所以虽然你获得了一个规范化的表面价值, 但是却失去了真正的创造力, 类似这样的反常识观点,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很多, 比如不要做计划, 不要共享信息, 不要大人物, 不要提升士气, 不要追求创新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经营企业当中理所应当的事情, 在身穿量通过坚持思考本质理由, 勇敢排除一切表面价值的原则下, 那些看似重要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这样的原则其实不仅在工作中, 在生活也一样, 对我们个人而言, 有勇气坚持做最重要的事情, 排除那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也很重要, 比如在找工作, 找配偶, 在人生任何重大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问自己, 是不是被别人所说的表面价值所迷惑, 自己是不是在做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只有去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才不会被这也重要, 那也重要的各种事情所迷惑, 抓住本质, 精简一切, 这个思考的方法和日本的金银之神, 道圣和夫在活法中提出来的观点是如出一辙的, 人生的问题很复杂,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去做那些对的事情, 事实上, 升川亮也是在加入了道圣和夫先生的私塾, 圣和淑之后, 对这个问题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要被表面价值迷惑, 而是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做那百分之一最重要的事情, 好了, 上面这些内容就是简单思考这本书, 想要告诉我们的核心内容, 总结一下, 人之所以会陷入迷茫和纠结, 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所以很容易被表面价值所迷惑, 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只有一件, 因此作者建议要简单思考, 如何做到呢? 那就是抓住本质, 精简一切, 第一, 抓住本质的判断标准, 是实现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感, 第二, 精简一切, 就是坚决排除那些表面价值, 好了, 祝贺你今天又听完一本书, 这是成假说书陪你读完的第29本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间 muôtri和舍矩距索, 监也 Wieder启会个人太明天, Bunun但还没有但全部听完, 我们下期节目标正参事主才能够自�远 scales前面和笔, 我们下期节目见到了,